台湾有新乐客台风 至于在加勒比海的爱克飓风 现在也是以二级飓风的威力 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3点10分 已经在德州东南部的加尔维斯顿市登陆 现在知道已经造成一个人不幸零难 市区风强雨大 对于还没有撤离的两万多位民众 可以说是进退两难 处境非常的危险 在德州还造成了200万户的大停电 沿海强风掀起巨浪 公路也被大水淹没 二级飓风爱克来势汹汹 13号下午在德州东南沿海的加尔维斯顿市登陆 虽然当地政府早在几天前就要求所有民众撤离避难 但还是有四成的民众超过两万人没有离开 由于市区风雨逐渐增强 民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消防队员也在市区巡逻 揪出300名受困大水当中的民众 不过已经传出一个人被大浪卷走不幸溺斃的灾情 爱克巨风稍后将直扑德州大城休士顿 20万居民已经撤离避难 灾情部分 德州超过200万户大停电 而邻近的路易斯安那州已经大水成灾 至少1800栋房屋跑在水里 被美国媒体称为怪物的爱克巨风 暴风圈将近是一个德州那么大 预估有35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 联邦政府也提供500多万份的食物和水 帮助民众度过风灾 大爱新闻和家旋编译 大爱新闻